我和柯提乌斯医生来到了巴黎 和一位寡妇租了房子 她和一位儿子一起生活 她扣押了我们的证件 怕我们缴不出房租 她带我们去后面的厨房 她叫我过去 给我看炉子、柴 以及存放煤炭的地方 各种锅碗瓢盆 砧板挂在钩子上的厨具 师傅,我要在这里帮你煮饭吗? 嗯,应该是吧 玛丽 寡妇打开厨房旁边的一扇小门 里面是一个很黑的房间 非常小、非常潮湿 里面有张简陋的小床 铺着稻草、床垫 没有窗户 柯提乌斯盲然看着寡妇一眼 然后对我说 你有房间了呢玛丽 真好,以后你就在这里睡觉 是,师傅 师傅,我可以去你的工作室睡吗? 柯提乌斯将这个问题转达给寡妇 她摇头 看来巴黎人不习惯这么做 嗯,我们最好还是按照巴黎人的方式吧 皮靠特家有一个非常暗的餐厅 寡妇母子,梅西爷和柯提乌斯 坐在里面吃冷肉和起司 我准备加入 但寡妇大声斥责 显然在巴黎 仆人不能和主人一起用餐 我看看柯提乌斯 我要学的事情太多了 明天我要开始学法文 寡妇当然要教我 她真的非常能干 只收取了一点点费用 梅西爷明天会来做做 玛丽,你一切都好吗? 但她不给我时间回答 我们到了 巴黎,玛丽,是巴黎 我的房门关上以后 非常暗,非常闷 我拿出我的东西 爸爸的下巴银板 妈妈的圣经,玛塔 躺好不动时 我好像可以听见 潮湿墙壁哭泣的声音 我就看看 uning dadurch 应该完成的 再次再次次面ех 再次这边 这边 你 为什么